欢迎回来热血追踪 台湾目前有八座国家公园 第八座台江国家公园就在台南 里头的神秘景点四草绿色隧道 要逛的话可不能用走的 而是要搭竹筏漫游 关于台南安平区四草大众庙后方的绿色隧道 原来是一条人工运河 清朝道光年间 府城为了运送糖、盐以及民生物资 于是开辟了这条水道 不过水道非常的窄 仅能够让竹筏通行 日剧时代 日本人就利用这个水道来运研 不过现在这条水道 可是有台湾版亚马逊河的美誉 它的红树林种类居全国之冠 沿途还有各种美丽的生态 许多的国际观光客都慕名而来 热血追踪团队继续带您探险去 在台湾有许多珍贵的自然资产都遭人为破坏 只有不受打扰才能历经百年沧桑 而台湾还有如此美妙的世外桃源 有人形容台南市就像日本的京都 漫步巷弄中文化垂首可得 由于是台湾最早发展的城市 古迹数量占全台之冠 更有独一无二的自然奇景 袖珍版的亚马逊河 我没有去过亚马逊河 但是我觉得它是我在国内旅游里面 有搭船里面的感觉真的是很美 我看的照片可是跟我实地来 完全没有落差 我们各位朋友你可以看一下 右手边开的白色花朵了 乘坐交乏慢速行驶在水道 穿梭树林之间宛如一场冒险旅程 这条神秘水上绿色隧道 位在台南安南区的四草 一旦看见两旁的树林越来越茂密 代表即将要进入此行的重点 揭开绿色水道的神秘面纱 它这条隧道除了我们 为了河道的一个需要 船要经过的地方 有稍微整理过之外 其他的我们都没有加以破坏 它的零像非常地原始 那我们看起来就很像热带雨林的情景 那我们要形容它为 台湾袖珍版的亚马逊河 这样我们发现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多年了 它那个树林就是自然生态 自然生态它就长高就像一个黄蜂洞 一个黄蜂洞它很深又很远 所以看起来像它原码信河 两旁的枝叶在空中交织成一条隧道 犹如美丽的绿宝石 树枝左右对称 呈现四十五度的生长 绿色大地尽收眼底 享受翠绿景色的怀抱 当初是大自然的奥妙 成就这条迷人的隧道 主要是因为蓝鲤树 它有一批 所以它会一直往上长 那海鞋的东西它有一个驱水性 所以说而且它两边刚好就长在一个平坡上 它一直往上长 好就构成了一个隧道的隧道 像人一样嘛 树长高它会往下压嘛 长高就是有那压力嘛 长高低下来就是它树会重叠嘛 重叠才会像那个一个黄蜂洞这样 它没有办法再长高 因为太高了 然后上面有风嘛 错综蜿蜿的水道仿佛柳暗花明又一村 来到绿色隧道的尽头才是重头戏的开始 水面上竟是树枝刀影 上下连成一片 只是美景总是可遇不可求 传说中这里藏着天使之吻 幸运的话或许有机会一轻方则 它在我们河道的末端那边 那两棵海茄冬 它的树枝在我们河道上面交错 形成我们人的嘴巴的上嘴唇 那再结合水中的一个倒影 就变成我们一个嘴巴 让我们给它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叫天使之吻 有太阳下来它景色会有一点变 因为太阳照下来 因为就像有树荫嘛 照下来它有那个影子会更漂亮 所以你这个热天跟冬天也都不一样 单纯的树枝刀影竟然会美得叫人惊叹连连 上方的树枝宛如生存 水中刀影形成下存 合起来恰好是一个天使般的小唇印 曾有外国游客前来拍照 婴儿获奖 大自然终点的美丽色彩 让人着迷的还有下雪般的仙境 我们树里它的开花期是五到七月份 当你六月份过来的时候 搭乘我们海上绿色隧道 竹筏它通过的时候 这时候如果有微风 把它的花朵吹落下来 就很像在下雪 宁静的绿色隧道像极了室外仙境 少见的美丽奇景 其实已经有将近两百年的历史 这里原本是台湾第一条人工古运河 水道的前身就是台江内海的支流之一 以前来往台南的大货船 要把物资从沿海运往市区 就靠这条水道转运 后来因为一场意外 沧海变桑田 在大光年间有一两次大雨 把山上的土石流从山上往下去冲击 造成我们台江内海的淤积 原先是台江内海 它可以停泊这些大船 因为那个土石流的关系 我们船不能开进去了 所以他们在北边 我们北边有个七股的国塞港 我们大船只能停在七股的国塞港 那我们的府城的三礁呢 三礁就是类似像我们的商业同业工会 就是土礁、土礁跟糖礁 他们就集中挖掘这条人工的运河 原先开凿的人工运河 全长大约12公里 后来因为日本人开发延长 阻隔水道 如今长度只剩下800公尺 深度大约150公分 由于只能容纳、竹阀通行 因此又称作竹阀港西 在清朝道光年间 这条人工渠道 曾是重要的经济命脉 那就是人工的水道 尺度不够深 那就必须要用竹阀 就是靠我们现在这种竹阀 大船停外面 然后呢就竹阀 印着我们那个糖盐啊 民生物资就这样一路来 运到我们的府城去啦 最北边可以从我们的七股国塞港 一路往南通通到我们台湾 府城的五条港这个区域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 海岸路那个位置 平静的水面上 就算偶尔犯起涟漪 还是无法想象当年的繁华光景 但历史终究抹不去痕跡 交罚行驶到终演术 有个离京局遗址 原来当年来往这里的货运竹法 清朝政府都要收取过路费 也就是类似现在的海关 以前那里就是有一个 好像一个哨一个站丢啦 你到那里一定要收费 所以才能够过去 早期我们从七股的国塞港到我们的府城 这一顿呢 它沿途设了三个离京局 离京局在做什么 它其实它就是一个离师计算单位 它就是你大概一千元的货物税 它就扣你一块钱的税金 那收来的税金就作为呢 维护这个河道的一个修缮的费用啊 绿色隧道曾经是贸易往来的转运站 也见证过台湾历史的重要发展 隧道旁边有一处海堡遗址 是荷兰人于西元1627年 在台南建立的第一座军事海堡 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当时它的高度达到三层楼高 它上面放有这个立文门大炮 后来经过我们专家去开招挖探勘之后 发现底下有这个玄武岩的基石 它在1656年的时候 被一场大水给冲毁了 所以我们1661年啊 郑成功才得以哦 顺利的从我们路门门西登陆啊 然后改变我们台湾的历史啊 这边还有 潘涂鱼 潘涂鱼 刚刚过去了 来来来来 这边也有哦 那个小吃的一个桶梁啊 桶梁啊 大家吃一下哦 拖一条哦 三十分钟的旅程随时都有惊喜 尸体上的提琴手招潮线 弹土鱼跳上石头坐坐日光运 沿路坑坑洞洞都是他们的家 这条水道在民国77年规划为红树林保护区 民国85年开放生态观光 一路上游海茄冬 蓝鲤与五鲤礁等珍贵红树林水生植物 有时不小心也会与高度很低的水鼻仔擦身而过 里面没有鳄鱼也没有食人鱼 只有非常鳄的鱼 所以我们才看到这么多的鱼在旁边游来游去 它这个水哦 我们这个水是自然水 它通到我们台湾海峡 是从台湾海峡进来 它这个有涨潮有下潮 所以这个水都很自然的 这个水哦 它是活水 因为水一直流到外面去 它就会通到台湾海峡 所以里面的水 你不时可以看到那个鱼类在里面回游啊 这里连白露丝都美得像白天鹅一般 真正的亚马逊河水中 生活着多种水生生物 包括令人闻之丧胆的食人鱼 四草的绿色隧道也因为鱼火丰富 传说附近的台江水域 曾经出现过水中巨鱼 原来靠海的台江 三不五时会由海上交客意外闯入 民国八十一年七月 当时下起漫天风雨 居民赫然发现 岸上躺着两条巨大的死鱼 仔细一看是濒临绝种的抹香精 一对母子搁浅死亡 一般的海豚是潜水的 这个抹香精是大洋性的 所以我们估计了它是死掉以后 飘到这个地方来的 它是在民国八十一年 八十一年在我们的四草大桥 四草大桥的桥屯下 它是搁浅的 那因为发现的时候 那个妈妈的尾巴已经被截断了 可能是被螺旋桨或是什么不明 母子鲸鱼搁浅在地方上可是大事 因此慎重做成标本流念 乍看之下 有点像是恐龙的骨架 由于香精宝宝期待还没有脱落 出生可能不到十五天 骨骼的颜色像极了焦糖一般 反观鲸鱼妈妈的骨骼 透出雪白色泽 那当时它的旁边还跟着一个 那个它的鲸鱸baby 那时候我发现的时候其实很可怜 因为母香精它是哺乳类的动物 那妈妈死了之后呢 那baby当然它就没有办法活下来了 妈妈的头股非常的高 那小孩子的头股比较扁 这个椎筋盘 这个都还没有愈合 那妈妈是以外应很好 一条平凡的小河道 却蕴藏着不简单的历史文化 和多元的自然样貌 或许真正的亚马逊河 对我们来说遥不可及 但是台湾的美丽翻版 却近在咫尺 休息一下我们要继续带您到 曾经见证台湾矿业兴衰的 金铜古道走一走 环旧以下 我们要继续带您到这里